在现在Omicron正在全世界蔓延的时候 很多人已经开始担心下一种的变种病毒 会不会比Omicron更加恐怖 我可以告诉大家病毒一定会继续变种 如果人类绝肿之后 我觉得病毒也会继续变种 下一种的变种病毒是怎样的呢?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 下一种变种病毒本质上可能比Omicron更严重 也可能跟Omicron差不多 当然也比Omicron更轻微 这样就好像说了没有说 要留意我说的意思就是病毒本质上的致病能力 可以强了,可以差不多,也可以弱了 本质上的意思就是感染的对象是不变的 特性是一样的 就是如何比对病毒呢? 究竟严不严重呢? 当然就是要感染同一个族群 就是说这个族群从来就没感染过新冠病毒的 也都没打过疫苗的 那用不同的病毒去感染这个族群呢 比如可能有A病毒引起10%的人重症 B病毒引起5%的人重症 C病毒引起15%的人重症 那你就可以分得出A B C三种病毒 哪种比较严重哪种比较轻微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我这样说其实是没意思的 因为在现实世界里面 已经不存在一个族群 是从来没感染过新冠病毒 或者从来没打过疫苗的 下一种变种病毒所面对的族群 就是一部分人打了疫苗 有很大部分人已经感染了之前的病毒 好了,有了一定抵抗力的一个群体 所以病毒本质上它是强了,差不多 还是弱了,其实就不太重要了 它怎样变得好 它要面对一个族群 是已经有一部分人 就是有一定的抵抗力的了 两者之间,病毒和这个群体之间的互动 结果是怎样呢 才是最关键的 我们的免疫系统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抗体 抗体就是第一道防线 病毒要入侵我们 第一个要克服的障碍 就是我们身体的抗体 无论你是打了针、引发 有抗体反应 还是你曾经天然感染过 有那个抗体在你身体里面 这道防线都是一般的 就是有些少少垃圾了 其实其他病毒都是 无论你天然感染之后 或者打了疫苗 这道防线都是很弱 病毒稍微变种 就很容易越过这道防线 如入无人之境 但不要紧 我们的免疫系统有第二道防线 这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的细胞免疫系统 包括我们的记忆T细胞、记忆B细胞 构成的免疫系统 这部分的免疫系统 主要就是当病毒已经入侵了我们身体 开始感染我们 想伤害我们 想在我们身上引发一些严重的破坏 引起重症的时候 它就会出来干涉 相比起我们的抗体 这个免疫系统就比较持久 比较有效 还有它对付这个病毒 包括将来的变种病毒的板斧 是多很多的 无论是你天然感染病毒 好也好 你打了疫苗 就引发细胞免疫系统 有那个保护力也好 你其实仍然有机会被病毒感染 尤其是Omicron出现之后 这个情况更加明显 但是病毒感染了你之后 你的细胞免疫系统仍然是相当强劲的 即使感染了你 病毒要在你身上引起重症 这个机会已经减低了很多 随着时间过去 可能你不幸运 又再重复感染新变种的COVID 或者你打到第三针 甚至有些地方打到第四针 这一部分的免疫能力只会越来越强 当然它会有些变化 正如每一季流感季节 每一季流感季节 因为病毒变了重 那季里面引起的死亡率 致病的严重程度 都有一些上落 但是它怎么上怎么下都会维持在低水平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这些变种病毒 都有相当强的细胞免疫能力 说回来就是说大家现在看得到Omicron 好像海啸一样杀起来 其实如果你觉得是可以 好像义和团那样用肉身去挡子弹 其实是非常之不治的 Omicron 来着的时候 你现在去打疫苗还赶得及 对自己有一定的保障 起码可以防止自己感染重症 当然一这样说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你当然收了药厂钱 你当然是帮政府做事 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 不过我劝你去看Netflix最近那部戏 叫做Don't Look Up 这部戏就会说到 在资讯太过泛滥的社会里面 大家因为不同的取向 就是那种分化的情况 你可以看完这部片 再想清楚都不迟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看了这部戏 如果看了这部戏 你们有什么感想 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留言板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